有一次,主人又請客,找高漸在旁邊做事考,負責搬菜出來。 當值間喝酒喝到一半的時候,有客人激起捉樂器來。 高漸打算站在客廳,連菜都忘記拿出來。 主人夾著他,看了他兩眼,讓他試一試演奏這個粥。 高漸立即耍手令頭,扮低調,說自己什麼都不懂。 可惜心裏手癢,忌仰,眼睛不斷向放粥的地方, 眼神射過去,看過去。 主人看他這樣的模式,這樣的表情,心裏更加有數。 知道這個人其實是很想彈的。 他再三吩咐,高漸來無奈接受。 一坎身坐到竹前,舉起激足用的竹尺, 不由想起他當年和京阿一起的豪情壯志。 心裏一陣激動和妻酸。 高漸來定了定神,首揮竹尺,輕輕奏奏了曲。 他演奏,駕輕就熟,非常輕鬆,扣人心弦。 一下子就將人吸引。 直到他放下竹尺,起身回到做工人站立的位置。 客人先從樂聲入面,匯國臣已經徒醉了。 連聲拍掌稱讚,主人也大喜。 滿滿地倒了一杯酒賞賜給他。 讓他等一會再奏一曲。 高漸來就在想,長期幫人做工人都不是長久之計。 不如靠激足維生。 反正遠離這個咸陽,都沒有人認得我。 只要不露武功,不要報真名, 兩位秦始皇都捉不到我。 所以主義一定,他就回到自己住的小屋, 從床下拖出他的竹尼,拿出自己的竹尼, 然後洗他面上污垢,換一套新衣服, 重新回到主人的家。 眾人一看他神情豪邁,氣與軒昂, 立即離座行禮,將他請到上座。 主人方望上前陪罪, 他就說,在下不惜泰山,平日委屈了先生, 還望先生的包涵。 高漸來就說, 哎,其實我因為有些禍害,要離開別井,要避禍。 在先生那裡得以安心,我應該去多謝先生。 哎,這樣。 又轉向中的客人說, 哎,剛才之竹不太順手, 現在在下用自己用慣的竹, 為大家獻上幾曲,幫助大家助興, 希望大家喜歡。 講完之後,揚起竹尺,敲擊起來, 主人和客人停杯,立即擲耳傾聽。 高漸來敲擊著低唱著,漸漸逃著在樂曲之中, 曲調不知不覺又輕快轉入悲壯瘡横, 自己彷彿回到航風濕濕的液水河邊, 耳邊又響起了京鵝那川雲裂石的歌聲。 高漸來的嬸,好像自作轉彰, 一下子轉入液水送滅的爵組。 隨著樂曲,滿鵝響起了陣陣的哭聲。 哇,高漸來的琴聲太感人了。 高漸來和陶醉中驚醒,連幕起來說, 在下一時思鄉,就出此曲。 掃了諸位的瓦慶,請各位恕罪。 眾人齊聲說, 哪裏是呀,先生激足, 情意真切,當入廢虎,當氣回場, 我們今天真是一飽二福。 從此之後,高漸來的明星漸漸傳出去, 整個宋子院無人不知。 宋子人每逢聚會,一定請高漸來激足。 高漸來也從不推遲, 每請到哪裏。 只是,再不是演奏的液水送的一曲。 即是不再遷律。 有一天吃完飯之後,高漸來從房間休息。 即是在房間休息。 突然聽到門外一陣馬蹄聲,急遲而來。 有人問, 王三是否住在這裏。 高漸來立即從門縫望出去。 只見一個官府的妻正向門前走來。 高漸來心中一驚, 難道是自己刑職敗佬? 官府是否要捉拿我呢? 看上去也不像。 這個人的尺手空拳。 面目也很和外。 也不像一個官差。 也不像宋信的模樣。 也不要理他了。 先出去看看再說。 高漸來自然自然, 起身,來到門外了。 那,究竟呢? 是否秦始皇呢? 知道他在這裏。 知道他是高漸來呢? 還是巧合呢? 我們下集再講。